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应该从哪个闸口过去 肯定不理想 机关局在客运大楼摆放这些临时航班资讯显示评 提醒旅客最新的航班资讯包括登机闸口 有旅客就提早进禁区见到商民署附近 有手写的航班登机闸口和时间 但就认为指示都不够清晰 去到闸口查询才知道自己的航班提早10分钟登机 这个澳门旅客就没那么幸运 原定早上9点多机去宿武 凌晨已经到了机场 早上6点半入禁区 最后都是港不设班机 他说机场很后期才公布手写资讯 他写了是34Gate 但是没有时间的 那我去到34闸口等 等到飞机已经走了 那过失是否在我们那里呢 因为机场那么大 香港机场那么大 怎样去通知乘客呢 抵港一样有问题 机场职员虽然有定期手写 更新抵港航班资料 但是混乱就出了在拿行李的环节 整个屏幕都是黑掉的 然后我就不知道情理到底在哪里 于是我就看手机的app上面 但是也没有任何的信息 有旅客就说因为这样 令到他转乘高铁的时间变得紧迫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以为电子屏上面会有写 然后问了就知道我要去找那个工作人员 因为赶时间的话就会影响 就算上网查询 机管局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卖HKG 一样都是运作不了 机管局说这个情况中午后陆续改善 下午起见到显示屏 开始有回登机集口资讯 官网和手机应用程式 就要迟些才恢复 当局强调没有影响航班升降 由今早7点开始至今早3点 处理了360航班 基本全部运作是正常的 旅客能够顺利做到办票 登机包括安检 全部是没有受影响的 我们收到的资料到现在为止是没有航班取消 只是有少量的航班是检验的 他又透露早上大约7点发现有问题 已经即时通知全部的航空公司 承认到早上9点之前才通知传媒 解释是因为要肯定事故 不是短期内可以恢复 无线电视记者彭永熙报道 机管局说今次事件是网络系统异常 不涉及黑客攻击和人为失误 由网络专家认为应变方案合适 机场航班资讯未能即时更新 维持了至少大约5个小时 机管局说初步调查显示 事件不涉及黑客攻击或人为失误 网络系统出现部分的异常 影响到航班资料显示屏的更新 我们也体动了一个预案 我们也对相关系统进行一个维护 现在来说我们初步复收了我们这个系统 我们会说去到遲些时候 我们再做一些详细的检查 那为什么不可以即时啟用后备系统呢 机管局强调已经即时啟用 只是显示的资讯格式有些不同 有网络专家认为事故罕见 而啟用后备系统都随时测试 这次的事件处理速度都不算太慢 很明显这样说可能是第二个网络 本身可能未必能去到 可能要通过第二个网络才可以 去拿到这些即时的资料 那就是说可能里面那个网络 可能里面有些 例如说网络的设备 可能出了问题设定 可能出了问题导致了 当局强调今次出事的系统 和航班升降是两套独立的系统 所以没有受到影响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半岗多区凌晨出现电力不稳 众电解释说 连接元朗至深圳的架空供电系统 曾经录得短暂的电压罩降 怀疑和天气不稳 不稳定有关 政府说有必要 尽快加强供电系统 抵养恶劣天气的能力 已经指示机电柱 即时向中电跟进 受电压罩降事故影响的 包括钻石山奉钻丸 凌晨停电至少大约1小 只有走廊和升降机有电力供应 有居民在单位内开手电筒照明 部分居民就走到地下 暂避室内的满热 有居民回想起前一晚 仍然印象深刻 我是热醒了 开了把风扇 突然之间没风 起床然后把风扇停了 我在窗上望出去 旁边的座位有电 有停过电吗 不知道 冷气又没关系 什么都没事 可能有些电脑的老化 他们没有查得够清楚 贴切 可能就停电会经常发生 因为这里都是旧区 希望中店会努力点跟进 奉钻院是单栋楼 有六百多个单位 有居民说楼龄都有三十多年 以往都曾经发生过停电的情况 中店解释凌晨近三点 连接元朗至深圳的 40万伏特架空供电系统电压 曾经罩降 但是电力供应无中断 其间雷暴警告正在生效中 怀疑是受不稳定天气影响 两个几月前 屯门龙股灯发电厂 同样在雷暴警告下 有高压设备故障 本港下季不时有风雨来襲 是否意味同类情况有机会再发生 近年天气可能比较激烈 那些雷暴或者骚雨 那些情况可能比较近 架空的书电的线路 在雷击的时候 有机会打中一些设备 就导致这些有短时间的电力估障 电力估障就会衍生电压阻降 希望中电可以积极考虑一下 现在就一些敏感的重要的 关键性的一些架空的线路 去做多一些巡查 还有若在资源容许的情况之下 尽量可以增添秘雷装置 之前中电截廉出现事故 政府已经要求中电全面检视 供电系统的管理制度 一年内交报告 环境及生态局长 借展环认为经过今次事件 不可以等待整个检讨结果 有必要进化加强供电系统 抵养恶劣天气的能力 已经指示机电处处长 即时向中电跟进 如何加强 特别是同类40万伏特线路电塔的 秘雷能力 机电处也要求中电就 今次事件四周内提交报告 无线电视记者黄思琪报道 英国曼切斯特机场一度停电 预计大批航班取消或者延误 机场为造成不便致歉 据报停电也影响机场附近的其他公司 包括物流公司 国泰航空说 原定当地早上11点多 启程来香港的航班将延迟出发 已经通知有关乘客 网上片段看到曼切斯特机场停电的时候 有警报响起 供电后来恢复 但仍然有大批乘客排队等候 事发在当地星期日凌晨大约1点半 曼切斯特机场所在地区一度出现大范围停电 部分客运大楼的运作严重受阻 机场表示1号和2号客运大楼的航班取消 建议相关乘客不要去到机场 等待另行通知 3号客运大楼维持运作 但航班可能延误 到部航班受影响比较少 部份原定降落的航班分流至其他机场 曼切斯特机场是英国第三繁忙的机场 目前正值暑假 机场说会尽快逼在机场的乘客登机 又说停电可能导致部份行李无法送上飞机 将会和航空公司合作 确保行李送到乘客手中 英国传媒报道 机场全日服务预计都会受到影响 无线电视机者陆子旗报道 又识回来会报道 林世雄说就算加强打击白牌 暂时不倾向同事购买乘客 北海道政府计划开征住宿税 安房价每晚最多收22元港元 欢迎新闻时间 政府下个月就规管网约车交代研究结果 运较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强调 主要是展示数据 具体怎么做要再听意见才制定 又说就算加强打击白牌车 暂时不倾向同事败买乘客 的士和更多网约车能否同时合法并存 近期在社会热议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错话 知道市民对于的士服务有很大的失望 期望即将推出的的士车队 规定要提供网约服务 车厂装闭路电视等等 能够挽回大众的信心 但会否容许更多私家车 拿到出租汽车许可证 成为网约车 而不是现在只限1500个名额 林世雄就说要再听意见 7月未必有定论 希望7月能够就着这方面 我们都会和他们分享 我们在这个研究中 里面我们拿到那些方方面的数据 或者我们的看法 我们都收集他们的意见 然后我们再制定 究竟一个网约车 我们如何规管 究竟我们是否需要发牌去 你譬如有一个网约平台 你要发牌你才做 他说其中一个考虑的条件 是平台只能够和有出租汽车 许可证的私家车合作 他强调同时会加强打击白牌车 现在乘客坐白摆车 一般都是不属于犯法 未来会不会都罚他们 以压制需求 我们未必去到这样的阶段 因为这个都是比较复杂的 譬如说乘客 他是不是那么容易分得到 另外三岁分流实施到现在 林世雄说 红岁、东岁的车流分别减少最多一成 细岁就增加一成六 认为达到预期的分流效果 对于有意见认为 不同时段不同收费 应该扩展到连接沙田和九龙隧道 林世雄说 要等沙田T4公路大致完成才会考虑 我要有这些这么大型的改动之下 而有一些工程在 你未必能够试得到 它的真正效果 就是等于 譬如说三岁隧道 其实你亦都看得到 就是当这个中环湾滋绕道 我们落成了之后 那个交通的模式 是很不同的 五番查资料 沙田T4公路最快2039年才完工 母线电视记者陈介印报道 深圳口岸办日前发布行动方案 提出15个方案 以减少跨境口岸等的滞塞时间 港人北上成风 跨境活动频繁 外界都关注 如何缩短口岸等 深圳口岸办日前提出15个方案 包括在具备条件的口岸 设置无行李通道或小件行李通道 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 根据智能客楼分析系统等 设置旅客等候超市提醒 以协调深港双方 根据客楼实际情况 加开查验通道 改善周边交通方面 提出优化跨境直通巴士上落客点 增设口岸周边出租车接驳站 和网约车同一停靠点 又鼓励开始和优化 由口岸直达双圈和景点等的巴士线路 增设口岸离境退税点等 推动深圳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至于近期 不少港人选择港车北上 会不会再加大名额呢 运输及物楼局局长林世雄这样回应 其实一条桥 万一辆车不算多 珠江西外的地方 甚至至江门那些 我们是否可以 我们无论港口或机场 我都可以吸引多些货 来到我们香港 而通过大桥呢 因为现在我们有六万个 港车北上 他已经参加了这个计划 我想随着时间 会越来越多 不过他说长远会吸收经验 是否实际需要和内地商途 将港车北上扩展至其他口岸 至于越青南下 就维持首阶段 今年内先开放停伏 在港珠澳大桥人工岛 再转车到机场或市区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菲律宾总统小马河斯说 飞方不会挑起战争 但从来也不会屈服于任何外部势力 对于南海议题 中方一再敦促菲律宾 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南海争议持续 菲律宾总统小马河斯 星期日在菲律宾西部巴拉望岛 向武装部队西方司令部发表讲话 说菲律宾不会挑起战争 并且说菲律宾在保卫国家的过程中 希望和平解决所有问题 小马河斯也赞扬菲律部队 在强烈挑衅中保持克制 说菲律宾始终根据国际法 行使它的自由和权利 说菲律宾在履行职责的时候 不会掃诸武力或恐吓 也不会故意伤害任何人 并且说菲律宾立场坚定 菲律宾冷静和平的态度 不应该被视为默许有关做法 强调菲律宾从来不会屈服于任何外部势力 他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中国 菲律宾说中国海警上星期一 在南海人外礁附近冲撞飞方的船 并登船检查 造成一名船员受伤 中方早前表明菲律宾不估中方的劝阻 执意侵厂南沙群岛人外礁 是造成冲突的直接原因 中国海警采取的执法措施专业克制 旨在阻拦飞方的船非法运保 中方敦促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强调会继续依法坚决维护自身的主权权益 无线电视机者沉为三报道 内地传媒报道 近日四个到美国的理工科背景中国学生 被美方支扰盘问十几个小时 当中有人一度失去联络超过三十个小时 《中国日报》报道说 四名赴美留学和参加学术会议的中国学生 遭到美方无端支扰盘问 四人都是理工科背景 其中两人研究方向和人工智能相关 报道引述消息说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执法人员 将四个人带到小黑屋连续盘问十几个小时 期间多次进行有道和脅迫性提问 又对他们的个人和家庭情况 在美国学习和实习 是否中共党员 是否与中国政府合作等情况进行反复盘问 尤其关注党员身份等政治背景 以及电脑相关科研背景 据报美方在缺少事实依据和有效许可的情况下 强行扣留其中一人的电子产品并将另外三个人遣返 美方还拒绝被两个人和家人和朋友联系 造成其中一人和外界失联超过30个小时 报道说美方近年无端滋扰盘问遣返 三十多名电脑相关专业的中国留学生 绝大多数是碩士和博士研究生 多数来自美国知名学府 主公人工智能、信息科学、网络安全等领域 他们在入境美国的时候普遍被盘问超过10个小时 被拘留最长5天 最终都被注销签证并且遣返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 美方做法远远超出正常执法范围 但有强烈意识形态偏见 目的不是维护所谓的国家边境安全 而是阻压中国科技发展 维护美国科技霸权 充分暴露美方的霸道霸凌 以及在科技领域的焦虑感和不自信 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 都会产生严重寒蟬效应 独化两国关系民意环境 阻碍两国人员往来和人才交流 最终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创新活力 是搬起石头砍自己的脚 呼吁准备赴美的中国学生 要审慎评估风险三思而行 中国驻美大使馆四月初曾经表示 自2021年7月以来 近300名中国公民被美方无端滋扰盘问遣返 其中超过70人是持有合法有效证件的留学生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报道 日本北海道计划开征住宿税 金额视乎房价水平已定 日元持续贬值吸引了不少港人选择去日本旅游 不过止水低不代表洗费一定便宜了 为了解决日本国内过渡旅游 重点旅游区人多势逼的问题 日经新闻报道 继东京京都金泽福江和长崎等地之后 北海道也计划向旅客征收住宿税 将会在星期二的道议会上交代细节 可能罪犯2026年4月生效 根据政府早前公布的方案 住宿税会按每晚房价的高低而定 房价2万日元以下将会征收100日元税款 2万至不足5万日元的房价 便征收200日元税款 5万日元以上便征收500日元税款 以港元计 即是游客每晚住宿费 要多给5至24不等 不过毕业旅行和游客团的住客 无需缴纳住宿税 政府预计新税收每年 可以带来大约45亿日元额外收入 会用于开发人力资源 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和改善旅游业 住宿税在北海道并非新鲜市 当地著名滑雪盛地二世古 2019年起向滑雪度假村的住客 收取房价2%的税款 今年11月起会调整税收计法 10万日元以上的房 要多给2000日元的住宿税 折合近100港元 另一方面 上川郡的美英町 已清辞美景文明 当地政府也研究开征住宿税 计划10月订出正式的征税方案 至于港人熟悉的窄房和涵管市等等 十几个市町村 也准备开征各自的住宿税 窄房征税金额分为200和500日元两个等级 而涵管就介乎100至2000日元不等 即是日后到这些地点旅游住宿 很可能会被双重征税 以二世古滑雪度假村为例 住每晚房价2万日元的房 将分别被征收200和500日元的住宿税 即是每晚住宿要多给30多港元 报道说北海道各级政府正在研究 如何应对双重征税的问题 无线电视机者 陆子琪报道 亚联游一作在泳池的水底之城 成为当地另类潜水热点 一起看看 这两个人或者是桌球迷 在地面打得桌球多 于是疑似到水底 但条件所限只可以抛球 至于他或者被人投诉弹琴太炒异 于是改去水底练琴 有什么重要人物令他在水底都要赶着打电话呢 这个深60米的泳池 获见历史记录认证为最深的潜水游泳池 布置成陆地的场景 就像一座沉活在海底的城市 但它也像康乐中心 有游戏机 波子机 并且配备高科技 潜水的人在玩乐的同时 也可以听到铃鱼的声音 或者喜爱的歌曲 经营这个水底世界的人 本身是资深洞悦潜水员 他卖花盏花香 说这道潜水别有一番风味 这个建议在迪拜 也有充足的计划 这些大型的东西 在我专业的专业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方法 让人们很关心地 让人们的所有类型 都让人们的所有类型 去探索和平衡 潜水运动在亚联游 越来越受欢迎 经营者说来光顺的人 有潜水老手 也有错觉 无线电视机仔 曾回三不道 稍后回来有时事中国 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广东梅州水灾造成几十人死伤 平原原有货车司机 被埋在山泥下27小时后获救 当地水电和网络陆续恢复 正是展开灾区重建工作 记者陈卓康在梅州报道 通往重灾区之一 梅州市平原原擦干镇的道路已经打通 但是沿路仍然有山泥未清理 擦干镇在暴雨期间 水位最高达到3米 造成广泛破坏 和登柱差不多高的地标一度抹顶 当地不少人连日参与救灾 村干部謝先生最深刻 是今个月17日 和一众村民在山泥之下 救出被困27小时的货车司机曾中华 也算是比较危险 因为那一段路 都有五六处的塌方 又没有那些很专业的工具 就靠踩刀 锄头 挖泥巴 先把它车门边 尽量挖开一点 让它呼吸通畅一点 一个奇迹吧 因为那时候天又下雨 它整个人救出来的时候已经室温了 浑身在发抖 村民将曾中华救出之后 在暮雨抬到近四公里之外 送上直升机前往医院 他目前仍然在医院留意 你睡 全部都冲到鼻子里 还不能复息 冬子压在我的心肠上 我去那个林子上面玩 你们都是我再生父母 你再次给我生母 我一定会想记住这些事的 擦干镇现时已经恢复水电供应和网络 民众加紧清理 也都有小店老板估计 半个月之后才能够恢复营业 那个烟 全都打水漂了 好几十万 十多万 水要上得很快的 搬东西也搬不了 是吧 你现在都到这边来 哪里很敢搬东西 什么安全真是重要 来自各地的物资 暂时放在镇政府 亦都有不少义工到当地 希望协助灾后重建 不过天灾带来的冲击 短期之内难以完全消除 好似这家农家赛 一场洪水就将老板夫妇 不生的心血全部冲毁 他们希望政府可以提供更多支援 早日重建家园 《无线电视》记者 陈祥康在梅州报道 外地13个省市持续下暴雨 黑龙江省有水利枢楼的部分设施坍塔 救灾人员加紧长收 湖南省淮花市也暴雨成灾 造成最少陆人死亡 湖南省淮花市多地受到暴雨侵袭 其中五强溪震 上个星期五起计24小时 累计雨量近400毫米 达到特大暴雨级别 引发山洪 造成人员伤亡 在另一个镇 暴雨也造成山泥傾射 导致4间房屋倒塌 包括4名小童 当时屋内一共有8个人 救援人员加紧搜救 直至星期日埃曼一共发现5人 当场证实死亡 灾情严重的还有临湘市 当地有村落水位一度高大约1.5米 过千畝水稻田被洪水浸浸 央视新闻引述农业专家说 水稻苗被长期浸住 很大机会要减产 当地应急部门说已经准备好央苗 等水退之后会尽快进行保重工作 而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水利枢楼设施的水闸 上个星期五起出现部分坍塌 两边的防护波脱落情况 舊载人员连夜加紧抢收 包括投放石笼 即是利用铁丝网包裹石头 再将装置投入河内 希望增加水流阻力 减慢水流速度 当地应急管理部门说 今个月以来 全市累计雨量达到240毫米 比平均值高出2.4倍 连长暴雨之下 全市超过4万亩农田被洪水淹没 部分粟米田可能绝收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导 踏入夏季内地多家中医院 陆续推出中药茶饭 买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不过有中医师提醒 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同 卵按食可能会有反效果 建议民众先去看医生了解 杨生之道近年成为内地年轻人的关注焦点 加入中药的食品和饮品 不时在社交平台掀起打卡热潮 夏天要消暑解热 近期不少年轻人就去到中医院 买五花茶等的中日茶饮 浙江这间中医院 今年也推出改良版的消暑酸梅汤 开售第一日已经收到115万张订单 当中超过八成 是20至35岁人士 但远方建议订够之前 应该先了解身体情况 中医师说酸梅汤的原材料 属于药食同源的中药 但不太推荐例如小朋友、孕婦、长者等 服用这一类中日茶饮 中医师又提醒中日茶饮 不建议制作成冬饮 因为鼠湿伤皮 冬饮会加重脾虚 导致服用者对鼠湿更耐受力下降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儿报导 内地近年兴起 商店透过直播推销商品 部分消费者可能在不知情下入境 有律师说商店如果没有得到顾客许可 即属侵犯对方的肖像权和人私权 随着网上平台发展 内地越来越多商店选择在店内直播 吸引网民落单、订货 但镜头拍摄商品的同时 亦有可能将顾客的一举一动影低 内地民众又怎样看 有服装店职员说考虑到对顾客的影响 直播前会做足准备 有律师就指出如果网上直播 涉及到商业宣传或销售 事先未获消费者的明确同意 以涉嫌侵犯超障权和隐私权 他又提醒商店职员直播的时候 可以明确告知顾客正在直播店内的情况 避免触犯法规 无线电视记者 郑希敏报导 内地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完成第一次10公里级垂直升降 航天部门形容试验取得原本成功 飞行试验下午1点在走船卫星发射中心进行 火箭上升12公里后 在受控的情况下下降 在距离地面50米时 火箭展开着陆并减速下降 实现定点缘着陆 航天部门说 今次是目前同类火箭最大规模的随直升降飞行试验 亦是10公里级随直升降试验中 第一次使用自主研制的深度变推逆氧甲源发动机 当局又说飞行试验的成功 标志着有关技术研制取得还要突破 中方拨款缓建的塔吉克新政府办公楼 6月底员工交付 项目负责人说塔吉克位处在地震大 办公楼要承受到9级地震 而铺满花干岩的外墙增加了建筑难度 叶子华去塔吉克部到上面看过 新的政府办公楼高13层 由中国与塔吉克联合设计 总面积达到4万5千平方米 造价7亿5千800万人民币 塔吉克属于地震带 要求建筑物的抗震度高达9级 也即是能承受黎克特制9级地震 八公楼主楼和配楼之间 这条纳区是抗震房 采用楼空铝板装饰 避免带留在地震的时候摇房 和旁边的大厦碰撞受损 而大厦外墙铺满坚硬的花干岩 令建筑工程难上加难 走入大楼的地下大堂 装修工程已经近乎完成 陈琳说轻建大楼的时候 团队运用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提前规划基电线路和管道等铺牌 包括供乱系统 大楼有约160间房 包括可以容纳780多人的会议厅 装饰彩用附有当地民族色彩的木雕 还有总统、总理 以及政府各部门的办公室 总统的办公室设计政府大楼的九楼 我们现在就身处在它的休息室 而隔壁还有衣服间和厨房 四年间万丈高楼平地起 建筑团队首个挑战就是没有平地 要和时间竞彩 四年项目培训了过千名本地工人 包括瓦工、机械操作、汉工、施工测量等 陈琳说大楼教父之后 亦都会培训当地的保养团队 为期最少两年 母先列治记者叶子华 在塔吉克道上别报导 这节时子中国讲到这里 来到最后一节新闻 一个五岁小孩感染月形流感后 庆风计胎 各个男孩过去健康良好 上星期一出现发烧、咳嗽大痰、流鼻水和喉咙痛 四天后看私家医生 转介到伊丽莎白医院 昨日入院并转去儿童心切治疗部 临床审断为月形流感并发败血症和严重肺炎 各个男孩没有接种今季的流感疫苗 潜伏期内没有外游 她的三个家居接触者已经出现病症 清水湾泳滩有泳克怀疑浸亲 一度昏迷 76岁女泳克游救护车送去将军澳医院 期间要戴氧气罩协助呼吸 警方说早上10点45分 一个女人和丈夫在清水湾游泳 丈夫之后发现她在离岸100米浸亲 游救生员将她救起 期间一度昏迷 需要做心肺复甦 之后清醒送丸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 当局已协助37个受政府项目影响的中地作业者 除得规划许可 未来会加紧处理和提供支援 政府近年加快推展各个发展项目以增加土地供应 当中不少涉及收地程序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在网志说 政府的长远目标是发展多层现代产业大流 容纳受发展影响的中地作业 但多层现代产业大流一来需要时间兴建 二来不是所有中地作业都可以在多层大流中营运 所以局方以金钱补偿与协调服务并行的方向 协助受影响的经营者 局方会安排地政总署尽早接触受影响的经营者 提供协助和金钱补偿 也会密息合适的政府土地 专门给他们参与短期租药投标 发展局也已成立专队 为密地重置者提供规划和地政咨询服务 截至3月底 已协助37个中地作业者 包括来自物流、汽车维修、製木等行业 取得规划许可 令汉豪说 收地工作可能会影响更多棕地作业者 会密切留意加紧处理和支援 受影响农户方面 政府容许他们优先申请 租用古洞男的农业园 第一期农地已息数分配 并且正是规划和筹备第二期的首阶段工作 预计最快2025年内展开工程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以色列军方承认有士兵将在约旦河西岸行动 交火受伤的一个巴勒斯坦男人 绑系军车车头带走 做法违反军规 会展开调查 而义军控制加沙难民营和社区 加沙当局划造成42人死亡 包括虎瑜 网上流传片段 说义军星期六在约旦河西岸 杰宁将一名受伤的巴勒斯坦男子 绑在军用吉普遮的引擎盖上洗走 义军期后表示 在一次行动中遭到射击之后交火 疑犯受伤被捕 承认士兵将他绑在车上带走的做法 违反军规 会调查事件 强调伤者已得到治疗 另外义军继续发放片段 表示轰炸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在加沙的军事设施 又说义军一直根据情报 在加沙南部拉法和其他地区 展开针对性行动 巴勒斯坦安全部门和医疗机构消息说 义军星期六凶杂北部加沙市两处民居 新华社引述消息报道 其中一处位于加沙市西部 早已被炸成废墟的沙堤难民营 义军战机速度发动轰炸 多动民房和广场被毁 另一处位于加沙市东北部 陶发社区也有多座房屋被炸 多人丧生 义军同日发声明 指战机主要攻击哈马斯 是加沙市的两座军事基建设施 而以色列时报就披露 义军这次行动是针对哈马斯高层指挥官萨阿德 萨阿德被指是哈马斯武装行动负责人 据报曾在3月义军一次突袭行动期间 藏身加沙市欺发医院里面 另一方面 义军指在星期六 空襲黎巴嫩东部贝卡地区的时候 用无人机炸死和哈马斯有密切关系的 穆斯林逊尼派武装组织成员加特马 义军指加特马向驻黎巴嫩的哈马斯等组织提供武器 国际社会继续滑船加沙停火 防止战事外日之制 以色列传媒报道 隔于有份滑船的卡塔尔和埃及未有足够影响力 说服哈马斯关键决策者领袖申瓦尔 接受以色列最新停火方案 因此各界对以哈达成停火感到悲观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旗报道 7点半新闻报道完了 拜拜